大家好,我是四季萌芽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伯仁状时间 据说用激动人心这个词 是因为时隔近两年 伯仁状终于回归漫画剧情了 这就像火影135集后播了快两年的原创 终于迎来疾风传一样意义重大 但老实说,开播前我是很担心的 因为之前20周年片的 与直播举高高太过震撼 我甚怕动画组把主线也搞糊了 但当151集播出后 我只想说这他们要才叫火影 首先新OP就相当惊艳 制作精良自不必说 关键是信息量太炸裂了 不仅活在第一集里的男二号穿木 变成了活在OP里 更没想到的是 殼组织竟然也登场了 我们都知道 小对于疾风传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伯仁状也有这么个 掌控一切剧情的boss团 那就是人均影机实力 首领六道之上的殼 虽然OP里的打斗 肯定不会在正片中出现 但殼的登场所带的气势 一下子就跟以前过家家的感觉不一样了 另外这里多处镜头 看起来特别眼熟 最明显的就是一开始 伯仁和佐良娜在铁丝往前的抬头 致敬了火影第七支OP 波风萨菲拉伊朵 以及可组织远眺木叶的镜头 致敬了配音片OP SIGN 这里双巨头和唯一女成员的张位 跟代吐配音小男也是完全对应 甚至于 就为演唱者都是追逐注视的OP 青春狂操曲的乐队 这可都过去十几年了 太有仪式感了吧 光是歌好还不够 毕竟伯仁状一下是OP经费爆炸 正片穷胜PPT 但这几集慢改的质量 尤其是151集 跟前面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剧情紧接在65集之后 博人打完陶氏 手上出现了一个奇怪印记 即便是阅历丰富的佐助 也对此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名为 落到团的组织出现在了末夜附近 他们的首领正成寺 恰巧见过这个印记 这个正成寺资深实力不算很强 但他会一招失分身 能够吃掉别人 夺取对方的身体 记忆甚至忍数 说实话这个数有点bug 但是玩的不知转身 还有三连CD呢 而他的目的是 吃掉到访牧业的火炬锅大明 从而掌控牧业村和仁界 这算是博人状开播以来 最有理想的访派了 不过大明的防卫很严密 所以他打算从大明的儿子 天斗少爷下手 巧的是 博人正好在当天斗的保镖 博人和天斗有一段 同病相连的友谊 他看起来是大明家的二十祖 喜欢用钱解决一切 但他内心渴望的 其实只是父亲的注意和认可 因为身为大明的父亲 非常信赖忍者 所以他热衷于收集机人卡牌 梦想成为卡面上的厉害忍者 而他最崇拜的是 父亲最信赖的七代目火影 为了抽七代的卡 他动不动就买下整家店 博人看到他 就像看到了不久前的自己 他答应教天斗忍者记忆 并告诉他 比起用父辈的钱买卡 靠自己的毅力学会收取剑 才更有趣 经过一天的辛苦练习 天斗第一次命中把心 也第一次体会到了 靠自己的努力 接近忍者目标的快乐 之后打牌的时候 博人向他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我曾经和你一样 希望身为火影的爸爸都关注我 为此做了很多傻事 还曾失去忍者的资格 虽然现在还是没多大本事 但我希望有朝一日 能成为支撑火影的强大忍者 这是他从中文考试 作弊被抓上得来的教训 他既是教育天斗 也是在告诫自己 真心想要的东西 要靠自己的力气争取 可能有观众会疑惑 怎么之前的憨憨博人这么懂事了 其实经过65G的淘氏一战 博人就已经成长了 如果把这部分 借在65G后看其实并无违和感 但因为动画组进了两年原创 导致博人的憨憨人设 延长了80多集 随后博人把七代目火影的卡 作为手里剑修行的奖励 送给了天斗 实不相瞒 他随便愁愁就是七张他爹 不过他想要的是 他所崇拜了另一个人的卡 如果说这部分日常剧情中的博人 让有种终于长大了的唏嘘 那接下来的正习 你可能会惊哭 博人不可能这么帅 数日后 大明即将离开木野 博人的保镖任务也结束了 这时候 罗道团终于动手了 正乘四用十分身 占据大明管家的身体 将天斗片充木叶进行了绑架 并要挟大明到指定地点熟人 而他的计划 就是在那个时候吃掉大明 大明不敢报警 因为对方能在木叶村绑人 就说明可能渗透到了木叶内部 他不敢拿儿子的生命冒险 瞧的是 这时被过来还卡的博人偷听到了 他原本今晚要去执行 七代已久的B级任务 但现在小弟被绑 他当然要去救人 他先是跑到左南娜家的窗台上 告诉他今晚的任务去不了了 左南娜思索一瞬 你的是比B级任务还重要吗 嗯 不能告诉我吗 嗯 明白了 我和思雨会搞定任务 你也加油吧 隔着窗帘那两人间 充满了无需追问的信任 和静在不言中的默契 而天斗那边 看到从小照顾自己的管家 变成了一个凶恶的大汉 他被吓坏了 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拿出黑卡 希望像往常一样用钱渡过难关 但正成四不屑地把黑卡咬碎 像你这种只会靠父辈的钱和权力的小鬼 注定当不上忍者 只配当一张用来和大明做交易的手牌 听到对方要利用自己吃掉父亲 天斗陷入了绝望和无助 这时候伯仁送他的手里剑和机人卡牌掉了出来 看着自己崇拜的七代木火影 想到伯仁对他说的 虽然现在了我还没多大本事 但总有一天会成为直升火影的忍者 天斗找到了勇气 虽然现在了我还没忍者那么厉害 但也不会成为交易的手牌 他捡起手里剑割下了自己的喉咙 这样做我也能帮到爸爸 但正成四没有给他自杀的机会 他一记地狱吸着 制服了这个颇具挡色的小王子 看来还是先吃掉你比较好 他张开锯口啃向了天斗的头 在被拖椅和绝望吞噬的时候 天斗只觉得眼前一闪 正成四被远远踢开了 天斗 你的意里还真不可小区啊 伯仁先用了飞雷神一样华丽登场 此刻他的背影竟有种四代木火影的感觉 他的眼神和语气也和他爹一模一样 天斗带着哭腔一句 太慢了伯仁 进一步拉高了他的逼格 这回是真的要燃了 接下来就是最精彩的151集 一开始伯仁解决了周围的杂兵后 像是要带天斗撤离 但正成四发出了嘲讽 按照动画剧情之前的《鬼真诚》片中 他把和伯仁关系很好的保护对象黑里吃了 伯仁被激怒了 他要为黑里报仇打倒这个家伙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中伯仁挺弱的 但其实在主线剧情里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尚未从忍者学校毕业的时候 他就被卡卡西评价实力达到了中人 学会罗逊王也只用了短短几天 正成四对他来说是个刚刚好的强敌 战斗开始 作为这个篇章的重头打戏 经费自然是随意挥霍 并且不同于之前原创章节的最特效 这次有漫画之称 动作设计是标准的忍者式大斗 空战环节有当年佐助狮子连弹的味道 正成四的失分身对实战来说并无作用 体数虽然灵活 但还没到碾压伯仁的程度 不过他的封盾忍数不错 尤其会招封伯盾 不仅能够反弹手里剑 还能反弹包括罗逊王在内的忍数 想要战胜他 最有效的就是出其不意的攻击 看到这里 你一定想问伯仁为什么不用消失了罗逊王呢 这当然是为了体现团队合作的主题了 伯仁扔下一枚烟雾弹 去和天斗商议对策了 伯仁把手里剑递给天斗 天斗有些迟疑 他只练习过几天完全没有信心 也就是所谓的相信他人的力量 准备完毕后 伯仁趁着烟雾弹的效果 用影分身发起了进攻 真诚四在前一段剧情中见过伯仁 知道他最多分出四个分身 他用风盾吹散烟雾 数着数把分身全部灭掉 并掐住了伯仁的本体 在他看来战斗已经结束了 但当他毫无顾虑地想将伯仁吃掉时 一把手里剑插在他的后背 他算了个天斗 或者说他从来没把天斗放在眼里 天斗咬着牙热血地说道 不许小瞧我 胖子 虽然手里剑看见还没扎透脂肪 但嘲讽效果却是满分 真诚四撒开双手 转身想把那个小鬼干死 他似乎又忽略了什么 BGM和画质瞬间开到最大 伯仁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 天斗 你的人整范儿比这肥猪要足多了 他双手脱了一颗超轻的螺旋丸 零距离摁在了真诚四身上 这一幕的伯仁 从动作到神情到台词 全都拉风到了极点 应该是他第二帅的罗绣王产面了 虽然看起来莫名像千年杀 但正诚四到底是肉 被灵人带墙轰飞后 竟还能勉强站起来 不过他已然受伤 无法再用出风之屏障了 而伯仁像是查克拉无限一样 又搓了一颗丸子直奔他而去 正诚四发出了败犬般的不甘咆哮 但没想到 伯仁全身的力量好像被右手抽走一样 平地摔倒了 抬手看时 之前的菱形印记竟然蔓延成了纹身 正诚四却震住了 他像是看到了可怕的东西一样 惊恐地说 那个硬是 你难道是那个组织的 终于触发主线剧情了 看到伯仁并不知情的样子 正诚四放下心来 准备把无力皇手的他吃掉 这时四月和佐南娜感到 将强弩之末的敌人解决 B级任务哪有伯仁重要 大名和率领暗部的佐警也上上来迟 小天头看到父亲激动地说 不用伯仁教我的手里剑术打败了敌人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小家伙帮那父亲的成就感和兴奋 但其实 伯仁教给他的不是手里剑 而是忍道 第二天 天头和伯仁告别了 伯仁将一张机人卡牌还给了他 这是天头偷偷塞给他的 他最想要的那张卡 但他说过 真心想要的东西 要靠自己的力气争取 他早晚有一天 要成为和那张卡牌一样的人者 支撑支隐佐助 本季的高能还没结束 实际上接下来部分 比打戏更让人兴奋 那就是对正诚四的拷问 一开始 正诚四面对森乃一笔喜和佐警 还很嘴硬 但紧接着佐助出场了 请忘掉佐助和普世摔跤时的耻辱 在主线剧情中 他一直都是逼格满满的木叶之案 他一副黑到大佬的样子冷冉倒 你在地下室会混了那么久 应该知道我的名字吧 刚才还很强硬的正诚四 一下子软了下来 那么大的轮回眼 一看就知道 佐助目光一灵 你对博人手上的影了解多少 正片中的佐助快赶上班的气场了 正诚四不敢隐瞒 具体我也不清楚 真的 我只是碰巧听见的对话 是一群身穿黑袍的人 他们 对了 他们自称是壳 伴随着充满神圣感的必见 壳组织和歇 第一次出现在了动画正片中 正诚四后怕地嘀咕着 我的本能告诉我他们非常危险 所以立刻就逃走了 佐助知道这家伙没有说谎 他的神情临重了起来 终于出现了嘛 这一次 他们的名字是壳 博人状的主线故事终于拉开了序幕 这个片章给人最明显的感受 就是很有火影的味道 毅力 梦想 友情 成长 这些热血的元素贯穿始终 反派也具有了压迫感和紧张感 再加上燃炸的台词和打戏 包括配乐和声优 以及对可组织神秘感和强大氛围的烘托 让我无比期待后面的剧情 事实证明 只要进入主线部分 博人状动画组就一定会给人惊喜 但胃疼的是 这一次惊喜等了快两年 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多久 因为接下来又要进入被伤亏与泪支配的日常了 不过至少 再换OP钱能见到吧 最后再跨一句新一地 三热组的萌画之术真可爱到爆炸 希望川木同学早日加入 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关注我 以及投币收藏点赞 长点赞可以减三连 我是四底萌芽 我们下期见